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接下来宾 首先前大使清华大学副教授赵林大使 大使好 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亚太防护杂志总编辑郑继闻 金文雄好 大家好 另外欢迎美国共产党前亚太区主席 方格Ross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俄乌战争有了最新的发展 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终于和Zelensky通上电话了 那大家也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一场通话 有没有可能代表的是俄乌的和谈有谱了吗 4月26号下午 习近平和Zelensky通话针对中乌关系 还有乌克兰的危机交换意见 双方元首的通话大概是进行了一个小时 在这个电话当中习近平特别表示说 俄乌的会谈还有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中国方面将会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到乌克兰去访问 然后针对政治解决危机 还有跟各方来进行深入的沟通 在这场通话结束之后看到俄罗斯的外交部呢 特别就针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那重点在这边 俄罗斯注意到中国愿意在俄乌之间努力开展谈判 重点看到了吗 其实并没有针对中方提出指责 而是反而针对乌克兰 说乌克兰呢是在破坏和平 因为呢乌克兰以不现实的要求作为谈判的前提 乌克兰当局还有呢这些西方的支持者 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破坏和平倡议 而在此同时呢也看到了捷克总统帕维尔啊 他就针对中方进入担任这个调停的角色呢 他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说中国大陆呢从俄乌战争当中受益太多 因此不能够信任北京作为俄乌的调解人 而在战场上呢等一下的最新战况呢 我们也会带您来进一步的掌握 先从这个外交上的美感来看起啊 因为现在看到是处理问题 这个俄乌问题上面 中方其实看得出来啊是比较细腻的啊 那当然这是代表中方呢特别提到说 这次是应约回复Zelensky啊 那么另外就是只跟Zelensky通了电话 而不是像之前到俄罗斯 就是习近平的到俄罗斯跟普丁是亲自见面 那接下来呢这这样的和谈呢 将会是由欧亚的特别代表来处理 我先请教大使 从时间点来看 您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中方回应了乌克兰 怎么观察 好第一点啊这个很有趣的 各位大家记得 昨天拜登才正式宣布要竞选连任 所以这时间点这个显然从此刻开始啊 美国总统白德开始要忙于 他国内的竞选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中国方面 这也许是个巧合 也许是个刻意的安排 因为中国在这个从二十大之后呢 去年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就要决定 他们中国内部也经过研究了 现在在国际间呢 中国的形象是 国际的形象是非常差的 大家都知道 那么到处的这个军备 各国都在一个反中的气氛 中国现在改变一个做法就是和平攻势 在国际间采用一种 各国的和平的那种态势来改变 希望能够改变中国在国际日趋 这个低下的一个形象 那么所以呢 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 这个美国这个在这个中东方面 美国一直没有任何的起色 和中国静悄悄的 这个王毅把这个伊朗跟沙尔地亚 把连在一起 这个画面可见各大报都是头条 让世人一惊 再者我想把各位的回忆拉到更稍微 久一点之前呢 在几年前 美国跟朝鲜关系非常非常恶劣的时候 还担心那个 好像在川普时代 还担心金正恩呢 可能会发射核弹 金正恩的专列车子 静悄悄地开到了北京车弹 跟中国密切会谈 把这个危机稍微做一个 把火线给解除 当然全世界也很激讶 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呢 中国做的事情是静悄悄的 然后呢这次呢我想这个让我想到去年这个俄乌战争刚开始发生初期啊 我那时候这个曾经在节目上评估啊 当时这个初期判断这个俄乌战争啊史无前例的 这个冷战之后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战争啊 准世界大战准世界战争 一种武装冲突啊 受益者是谁 还有受害者是谁 当然简单来讲 当时初期的我又判断说呢 初期的受益者在国际的那种观感上 第一个我想 Zalinsky啊 突然变成全世界家喻户晓的英雄式的人物 再者可能间接的幕后的受益者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幕后的操派干什么 可是当时我就大胆预估可能未来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 可能的受益者就国际的关系来讲习近平 因为大家各国都我在节目上找了很多事 我不再重复 这次呢习近平终于出手 而且他的论调他就是完全以促谈啊促和的一个目的 完全是符合欧洲各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共识 一个语调 所以我想这个声音是很popular 是立场是很受各国欢迎的 当然中国现在目前这个跟 来握旋这个俄乌的这种关系啊 他不是一个完成式 多久还不知道 不还这个进行式 像大使所提到就是 劝和助谈 还是中方维持基本的这个立场不变啊 那我看了这个香港01的报导是说 现在呢有可能派出这个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 因为现任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是李辉 那李辉呢是一位俄国通啊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那特别呢也承担过 对驻俄大使啊有十年的时间啊 所以会不会是他现在外界也在关注啊 由他出马 那么另外就是看到刚刚讲说 捷克的总统帕威尔表示呢 他对于中方出面做调停这个角色啊 他是有疑虑的 他认为说不能够信任北京作为俄乌的调解人啊 我想请教程老师 不能够信任北京当调解人 那请问那要信任谁可以出面来做调解呢 其实呢这看起来呢 就像这个这个赵大使所讲的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他的这个利益哦 作为考量 那当然啦 其实中国他愿意这次来谈哦 那显得意见呢 这是在整个战场一年多来哦 其实中国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因为他不化一兵一组 其实他说 他明明说是跟这个中俄有什么战略这个伙伴协议 但实际上呢 并没有真的没有在这台面上 有出过这个兵啊 出过一组也都没有 那但是他这是他愿意来谈 他说这个和平和这个和谈处 处合呢就是大概就是 就是唯一可行的 那显得意见呢 他要利用这个和 做劝和的动作来 来减到便宜什么 就是国际调停 他可以增加他的话语权 跟他的国际地位哦 那当然啦这个捷克呢 就他一个周边的一个国家看来呢 他当然这个事情他会认为说 中国是这个不超然的 不超然的 因为其实他从中国从头到尾 他都是要保持所谓的这个 他的立场中立 但立场中立 哪有什么劝和不劝和的问题 他就不要讲话 他就说我保持原则中立就好了 但实际上他有太多的动作 太多的算计 那此外呢我觉得 他的在这个 这个物恶看起来两边呢 其实俄罗斯 他的看起来他是 现在如果说他没把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东部跟所谓的克里米亚巩固起来 显了意见他是没达到他的 预期的目标 在普提斯很难下台 就是这场战 他一个角色我们必须要去注意 就是美国的立场 因为美国呢其实 在这场战争里面呢 他当然啦 他就一个所谓的一个 不管是被动的也好 他总认为说呢 其实他要做一个部分 就是让中国跟俄罗斯的国力弱化 削弱他们 美国出面调停更不可能啊 对 所以美国他不应该 之前像是德国 法国 土耳其 都曾经出面 都没成功 不 但是我看这个拜登 他是没有什么弹劾的问题 他是说 持续 因为毕竟这两个仗呢 其实就普丁 跟所谓的这个 Zelensky 他认为他们各有他的立场 美国不应该调停 因为这样才能把这个弱化 俄罗斯对他中国的挑战 也要去弱化中国的这个 他的国力 我想习近平这次 我觉得已经是明讲了 讲得很明白了 也不是说暗示了 就直接说 俄乌的会谈跟谈判 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他就明白告诉你说 你只能谈 你不要再打了 那就看 Zelensky 接不接受的问题 我觉得这他们初步的会谈 电话会谈 气氛还是蛮好的 可以说是成功的一个会谈 电电力未来的发展 也很好的基础 而且从俄方的反应 也可以发现 他并没有指责中方 然后不但是俄 中国派一个各国去谈谈 而且Zelensky也同意 开始派一位专家 他们内阁的阁员 担任新的驻中国大使 现在战场上 大家也在看的 就是说有一句话 叫做万事俱备 只欠天气跟炮弹 以前古古有名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现在对于俄乌战场来说 尤其是乌克兰 之前传说要春季大反攻 所以现在缺的就是天气 天气是什么意思 等到变暖炮弹 所以现在缺天气缺炮弹 而且现在告诉大家的是说 攻击的矛头将会针对赫尔松 或者是在克里米亚这边 选择从南边展开春季大反攻的考量是什么 其实考量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月来 其实主要激战的方向是在巴赫木特 也就是顿内茨克周边 也因此对双方来讲 都有大批重兵在这个地方集结 相互缠斗 也因此在这个状况来讲 其实这个绝对不是他反攻 一个很好的地方 因为会碰到敌人比较坚强的防御力量 相反的像乌南这个部分 其实过去我们发现 俄军确实在这个地方 经常受到补给的困扰 特别是大家还记得吗 赫尔松州的首府赫尔松 当时俄军为什么要主动撤出 因为他的补给已经受到切断 而且他在赫尔松市的精锐部队 有可能在后援不计的状况下 被乌军包围歼灭 因此他主动撤出 这就代表整个俄乌 整个战线里面 乌南对于俄军来讲 是他比较边场莫及的地方 事实上我们打开地图就不难去 想到这个点 特别是这个像顿巴赤这个地区的 鲁干斯特和顿内刺克 他就是紧邻俄罗斯的边界 相对的乌南 尤其是赫尔松这个方向 离克里米亚或这个俄国南部 相对有比较远的距离 而且主要的补给克里米亚大桥 之前受袭以后 发现他对于前线俄军的补给 那会产生一些急迫的危机感 因此对于乌军来讲 如果集结重兵 要进行一个有效的反攻 乌南绝对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不仅敌人的兵力比较空虚 补给也比较有先天的弱点 而且如果战事推展的顺利的话 他可以威胁克里米亚 这个对于俄军来讲 他就必须要收缩别的战线 把更多的兵力调过来 堵乌军的攻势 而乌军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 在别的战线也取到一些分数 我认为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就我们讲说现在取决于天气 还有炮弹 特别对于乌军来说 他们要进行大反攻 那说天气好转呢 才能够让坦克完全的 发挥出他们的战力 但天气那得看老天爷帮不帮忙了 不过现在呢 说到炮弹也是另外一个 一个因素 但要考虑到西方盟国 提供装备弹药的状况 可是在最近几天 传出的欧盟国家 因为内部的外交分歧 搁置了一项 联合购买弹药 来供应乌克兰的协议 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 乌军的春季反攻 我先问一下Ras 你觉得乐观吗 我不会用乐观 接两个字来形容 但是我们要看很多很现实的事情 第一最近几个月西方国家 真的是提供很多新的武器给乌克兰 而且武军已经经过训练 不管是坦克或其他的武器 所以从人力来讲或武器来讲 觉得够了吗 够不够我们将来就知道了 我们本来都以为 就是在战争前 俄罗斯真的有这个很有能力了 其实我们没有对武军有乐观 但是我们怎么可能会对俄军乐观 你对俄军不乐观 他们已经证明 我们不可能会对他们很 虽然他们有很多资源 本来能力很多 武器很多 战机也很多 但是他们战场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真的不如于其 这也是一种现实了 好 所以对于乌军来说 现在当然就要看天气 还有就是炮弹 有没有办法及时的 送到需要的官兵身上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